2017年1月6日在某卫视的今年春晚的录制现场 肖亚轩的安保与节目组发生激烈冲突 肖亚轩的安保冲到后台清理人员 言辞态度十分恶劣 据悉当晚某卫视的今年春晚录制正在火热进行中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和记者在后台群访区轮流采访一人 突然肖亚轩的安保队大规模冲到后台 拉起紧接线清理在场工作人员 同时迅速强迫摄像记者关掉机器停止录制 现场人员一头雾水的问安保人员 这里都是摄像的工作人员和记者 惊出去我们怎么工作谁来采访 安保人员边推散节目组工作人员和记者边吼道 我们不管反正后台不能这么多人 清晚你们再进来 随后现场的工作人员被安保用警戒线 圈在一个小区域 目送肖亚轩在重重保护下进入化妆间 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I don't know if I should 没有关系说吧 不要想太多啦 我要让你知道 But I wanna be your girl 情人员被滚起来 我都没有关系说吧